这就是我见过冷冻品最多的餐厅 光是鸡胸肉就有200多斤 给肯德基都不一定用得完 更何况这家餐厅生意非常残淡 一只牛小腿厨师都用了一整年 但它的离谱程度还不止于此 这里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披萨餐厅 开业至今已有50年 绝对称得上是老店 店主约翰从14岁起就辍学到餐厅帮忙了 因为他父母是当时的店主 所以他早早学习继承家业 当时餐厅生意十分红火 父母还收购了隔壁餐厅扩张店面 可没过多久 约翰母亲就患上了癌症 父亲的身体也开始变差 俩人相继去世 这对约翰造成了很大打击 餐厅生意也每况愈下 约翰并不明白生意变差的原因 但员工们心里都门清 作为店主 他本该管理一切事物 可实际上 约翰每天就待在烤路边搓饼做披萨 连厨房都不怎么进 他家四个熊孩子 还总在店里上酸下跳 给顾客造成了不好的观感 更疼痛的是 约翰特别固执己见 接受不了任何革新 尽管他那条理论早已过时 为了拯救这样一家餐厅 米其林大厨戈登亲自上门帮忙 刚走到门口 他就被破烂的门牌惊到了 盛探心地点了几道菜品尝 土豆一嚼完全没味道 卖像跟偶毒物一样 肉丸一面又干又老 披萨过于油腻 甜点样品都发霉了 一嚼一面一尝就知道是冷冻过的 但服务员和经理还以为是每天线做的 所以跟顾客也这么说 纯纯欺骗消费者 店里的卫生都没人打扫 花盆里满是臭水和枯叶 格登一挪就洒了一身 记得他开启BB机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 约翰从始至终都没来看过 一点也没有老板的样子 于是格登告知服务员 让他自己尝尝披萨的味道 谁知约翰听后 直接把披萨倒进垃圾桶 并且大发雷霆 一家主厨自己都不敢吃的餐厅 究竟有多恶心呢 格登来到后厨试察 结果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冷冻品 这里几乎没有新鲜食材 尽管做一个肉丸仅需五分钟 但老板约翰却强迫厨师 提前做好一桌的量 卑微打工人只能照做 虽然他自己都觉得离谱 约翰从来不听员工们的意见 因为他觉得 自己才是发工资的那个 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十几年前 并且固步自封 晚三时段 约翰依旧沉迷搓饼 后厨虽然出餐很快 但顾客们的味道抱怨连连 还有女士在一盘素食意面中 吃出了猪骨头 戈登差点起晕 不过这还没完 另一位顾客在吃完龙虾后 突然去厕所吐了起来 戈登一闻 发现龙虾散发着 安静的臭味 绝对是变质了 而那位呕吐的客人 也被救护车拉走了 这样的意外 让还在用餐的顾客们吓了一跳 场面一度混乱 戈登立马吩咐约翰 关闭餐厅 餐费也不收了 这场变故 把约翰也吓到了 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因为从小被扔到餐厅 被迫牺牲学业 一直以来 约翰都觉得餐厅是为父母做的 所以当父母都去世后 他就突然迷茫了 只想固执地维持原状 不愿意思考将来的一切 可现在为了自己的孩子们 他必须要走出过去 改变餐厅了 心理咨询师戈登再次就位 暖心鼓励 约翰听着听着就哭了 他想到了音声音不佳 与妻子的争吵 想到了没时间陪孩子的痛苦 最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不再重蹈覆辙 葛登也终于可以大展选角 全面核心了 经过装修团队的努力 披萨店整个大片样 迫布招牌没了 桌仪也全部换新 墙面还刷了明亮的蓝色 视野都开阔许多 葛登还贴心地 把约翰父母的照片挂在了墙上 甚至桌面影花上都有 这既保留了约翰的回忆 也不耽误餐厅 进一步发展 可谓一举两得 菜单方面 葛登也重新设计了一套 一时蒜香 面包片 马格里特披萨 一时炖小牛西 每道看起来都很美味 关键是 食材绝对新鲜 他安排了一些 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博主 来品尝 重新开业的第一餐 最后 葛登给约翰准备了一身 符合店长身份的服装 他可不能再做饼了 开业时间很快来临 所有人准备就绪 葛登专门给约翰 指出了VIP客户 纽约观察报的记者 把约翰紧张得不行 他有点不适应这个新身份 看起来有些慌乱 不过后厨运转良好 食物味道饱受好评 可就当后厨给力的不断出餐时 上菜的人却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约翰跟客人聊太欢 差点忘了自己的新身份 把主厨集得直摇零 可能赶紧把他叫回来 教育了一番 好在并没有耽误太长时间 约翰的认错态度也很良好 他亲自给VIP客户端菜 还解释说 上菜办是想把菜品做得最好 这道说辞让经理非常欣慰 他感觉这家老板终于长大了 并且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 在这个忙碌的夜晚 披萨店终于迎来牺牲 现在他完全是属于约翰的店了 三个月后 才定因为博主们的好评 每天客流量爆满 约翰也遵守了承诺 再也没回披萨台 他对老板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 现在还有了时间陪伴家人 截止2021年 这家名为马里亚妈妈的披萨店 依然还在营业 网上用餐评价也很不错 看来从低谷中走出来后 约翰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他过好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伊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